咦 是不是他的手机没电了 王子军解释道 王小辉并不认同 没那么巧吧 不行 就算没电 我也得和他说上几句 你把他秘书的电话告诉我 我要找于飞这小子说话 算了吧 他正有事呢 女儿为于飞开脱 王小辉摇摇头说道 话不能这么说 公事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不把你当回事 你们这还没结婚呢 他就这样 将来你嫁给了他 更要备受冷落了 说完 硬让女儿找出了于飞的秘书 邹宝瑞的手机号 还是让我打吧 王子军说道 王小辉想了想 点头同意了 邹宝瑞吗 我是王子军 邹宝瑞一听 这是于飞县长准夫人的电话 赶紧客气地招呼 王老师啊 是我 请问有什么吩咐啊 你和于飞在一起吗 我打他的手机没打通 邹宝瑞回答说不在一起 他在办公室里写材料 而于飞县长早就出去了 王子军便问 是不是陪客商去了 邹宝瑞想了想回答说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啊 可能忙其他的去了吧 他也没和我说啊 要不我和司机小刘通个电话 待会儿再告诉你 过了一会儿 邹宝瑞打来电话说 司机小刘也不知道于飞在哪里 王子军和母亲王小慧都迷惑 于飞究竟干什么去 致他们母女与不顾 难道真有什么天大的事吗 于飞此时正坐在梁木县一家酒店里 与人说着话 但对方不是什么客商 而是一个女人 一个透着奢华气质的女人 只见坐在于飞对面的女人 穿着金色泡泡袖 宽松的小衫 全蕾丝的透明衣衫里 黑色吊带衣若隐若现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美 她土黄色的高腰短裙上 也扑洒了金的涂层 令原本暗沉的色调 顿时晶莹起来 更有一种亚光质感 是难以驾驭的金色 在混大的手法之下 显得平衡而不俗 相反 由于色彩的巧妙搭配 使这个女人充满贵气和华丽 我想通了 真情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决定来找你 再也不与你分开了 女人的语气中透着伤感 她说道 这么多年 我不是不想与你联系 是我确实有苦衷的 希望你能原谅我 于飞心潮起伏 她爱眼前这个女人 她不止一次地 期盼着她的出现 可是这一天突然来到了 她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没错 坐在于飞眼前的这个女人 正是与她分别多年的叶仙儿 这一天上午 于飞走下办公楼 准备坐车去省城 陪王子军室婚纱室 一辆崭新的小车 驶入了县政府院内 于飞看了看 感觉到很陌生 并没有在意 可她刚想钻进自己的车子 却十分意外地 听到了那辆新车里的人在叫她 于飞 先别走啊 于飞一愣 当小车门打开 走下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时 她几乎屏住了呼吸 虽然阔别多年 虽然眼前的她 比几年前更加漂亮 更有气质 但于飞还是能够认出来 她就是自己念念不忘的叶仙儿 见到叶仙儿 于飞自然顾不上去 省城 陪王子军使婚纱 她领着叶仙儿 到了一家酒店的包厢座下 述说这些年 各自的遭遇和境况 原来叶仙儿赴法国举办画展的事 是那个法籍华人张俊龙设的圈套 她随便租了个小屋 展出叶仙儿的画作 由于事先没有宣传 而选择的地点又属于偏僻的小镇 加上画作本身没有她当初说的那么神 因此画展门可裸却 标价出售的画作更是无人文金 叶仙儿已经知道自己受了骗了 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退路了 她为举办此次画展 债台高中 若就这样回国实在难堪重负 而继续留在法国又无以为也 张俊龙正式摸准了她的心里 适时提出了蓄谋已久的要求 说只要叶仙儿答应嫁给她 那么这些危机将隐忍而解 叶仙儿伤心欲绝 但在异国他乡 终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知好人命 这张俊龙离异数年 膝下并无子女 所以结婚对她来说并不复杂 不存在什么家庭纠葛 新婚之夜 张俊龙兴奋地对叶仙儿说道 没想到我四十多岁了 还能娶到你这样如花似玉 又有艺术气质的姑娘 此生足矣 叶仙儿的泪 只有往肚子里沿 张俊龙知道她心里不好受 便展示起自己的藏品 告诉她嫁给自己并不亏 她在国内那点债务 过几天就会帮她还点 展示完藏品 张俊龙说 这些东西如果拿到艺术品拍卖会上 少说也有数千万元 你还后悔嫁给我们 叶仙儿不渝了 张俊龙见她不言不渝 自觉无趣 便收起了藏品 然后将叶仙儿抱上了昏床 完事后 张俊龙感叹 你真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这本是赞美的一句话 但在叶仙儿听来 却像是嫖客玩完了之后 丢下了一碟钞票 让人感到侮辱 叶仙儿向于飞讲述了在法国的遭遇时 虽然省去了细节部分 但仍让于飞感到了追星一般的疼痛 自己心爱的女人嫁做仁府 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痛苦之事 叶仙儿告诉她 由于张俊龙失踪三年多了 法国警方在寻找污果的情况下 准许叶仙儿继承丈夫的遗产离境 叶仙儿便带着张俊龙的一些藏品 离开了法国 在香港家世德拍卖会和上海拍卖行上 拍出了部分藏品 如名人书画 绘画作品 玉器 瓷器等 其中一对清乾隆 白玉双马白件 估价不到一百万元 成交价净达三百多万港币 叶仙儿说 我其实回国半年多了 还清了除你之外所有债务 唯独不敢来见你 自然也不知道如何将钱还给你 但我最终还是忍不住 对你的思念跑来见你 我想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独知叶仙儿依旧爱着自己 于飞又喜又忧 忧的是他和王子军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但于飞忍着没有告知此事 而是询问起其他问题 那张俊龙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这么多年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三四年前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 否则我今天也不会坐到你的面前 对了 你是不是担心 和我在一起会有问题 应该没事的 这么多年了 他肯定是出意外了 我 我 于飞有些犹豫 他想说出这个问题之外 还有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他已经有了未婚妻了 此间王子军打来了两次电话 叶仙儿从于飞打话中 和最后干脆下掉电板 就可以看出 他有了另外的女人 这原本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但叶仙儿多少还是有些酸涩的 你结婚了 叶仙儿问 于飞摇了摇头 但是加了一句 快了 刚才是他打来的 叶仙儿又问 于飞无奈地点点头 两个人一直沉默 直到吃午饭时 也少有话说 双方都知道 他们面临的将不再是两个人的问题了 吃完饭 叶仙儿向于飞告辞 于飞像丢了魂一样 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飞说 你 你要去哪里啊 我从哪里来 再到哪里去 但是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居住在哪里 是你的娘家吗 叶仙儿叹息了一声 唉 你用不着知道了 于飞伤感地说 你何必这样呢 这么多年了 而且那个时候 你又与我分了手 我能不再找吗 叶仙儿摇了摇头 我没有怪你啊 我只是 我只是 话没说完 他哭了 我只是心里难受 于飞也很不识滋味 劝他 都是命运在捉弄人 别太伤心了 叶仙儿并不认同 边擦着眼泪边说道 不能怪命运 怪我自己 那时候 为何非要去追求什么理想啊 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终究还是要分开了 于飞再次问他住在哪里 但是叶仙儿仍然没有回答 临走时他说 我会再来找你的 因为我还欠着你的钱呢 于飞哭笑不得 望着叶仙儿驾车远去的情景 心中一阵角度 他多想挽留叶仙儿一句 你留下来住一晚吧 但他想到了王子军 他从省城回来后 肯定会来找自己 如果让他知道叶仙儿来了 指不定会有多伤心 他不想伤害 这个善良单纯的姑娘 王子军从省城回来 见到于飞时 并没有生他的气 只是要求他向母亲 王小慧好好解释一下 于飞自制李亏 边轻服王子军的秀发 边说道 你就不想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去不了省城吗 王子军依偎着于飞轻声说道 你去不了 肯定因为事情太忙 我怎么会不理解您呢 只是我妈妈有点不高兴 你还是向他道个歉吧 于飞点点头 拨通了王小慧的电话 意料中的挨了一顿批 于飞只好脸哄带骗地告诉他 出门时临时接到了一个客商的电话 陪他上蔬菜基地参观了 也没来得及和办公室说一声 所以秘书并不知道 王小慧又问 你陪客商下乡 难道不是坐你自己的车吗 怎么连你的司机也不知道 你去哪了呀 于飞早就想好了打死了 他说道 客商是开商务车来的 让我上了他们的车 你也知道 乡下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手机打不通 如果是公事忙不过来 也就作罢了 子军是个老实孩子 希望你不要慢带他 不会不会 您就请放心吧 于飞又是一番表态 总算哄过了准岳母 对不起啊 我妈妈她 她是太关心我们的事了 王子军见于飞 在电话中解释了半天 有点过意不去 于飞放下电话 对王子军说的 哈哈 说对不起的 应该是我 害得你们等了 整整一个上午啊 两个人又恢复了 往日的缠绵 由于于飞与王子军 已经同住在 结婚用的新房里 所以他们可以在屋里 纵情地欢迎 享受二人世界 带来的快意 然而这一天晚上 他们做爱 却让于飞 有了另外一种 难以言说的感受 于飞的眼前 常会闪现出 叶仙儿的身影 她的一颦一笑 让于飞情难自禁 而异象的情景 又常被现实中的 王子军的声音所打断 如此反复 竟使于飞一小时 威慑 双方都有些 力不能支 于飞无奈 竟在他有意识地 想象叶仙儿的裸体时 强迫自己想象着 与叶仙儿 作爱时的情景 才一泻如主 王子军当然不知道 这其中的玄机 撒娇地说道 飞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强啊 弄得我腰三背腾 腿抽筋的 于飞却只能 抱以苦涩地微笑 我一定会随意识地 毕You 这个 好